如果说每次拍日落是非常刺激的 不知道今天这日落怎么样 那这个日出啊 更像是个盲石 凌晨四点钟起床 到这儿五点多 刚说啃口面包吧 结果哗一下子 天空出现了火烧云 赶紧抱上散热架就跑 结果呢 我这个面包跟水都留在车里 根本没来得及拿 现在我就在寒冲中 瑟瑟发抖 等着这个日出结束 大家好 我是艾迪 好久没见 最近也没忙什么 就是在规划自己的这点事 把好多签的账 给自己赶紧补上 所以一直在更新网站 还有课程网页 都在按着计划 稳步的进行当中 所以呢 也就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拍视频 相信大家呢 也都沉浸在疯狂的购物当中 我觉得每年11月 好像就是一个 特别容易冲动消费的时候 其实我也差一点的就冲动消费了 好多东西 结果呢 刚下了的意想不对劲 还是给删了吧 赶紧申请取消订单 要是说想买的设备呢 其实还是在视频设备上希望能在未来有一个很好的提升 但是视频对于我来讲其实还是个副业 我这主业呢 还是拍照片跟岩石 视频呢 其实主要就是服务于我的课程 还有呢 就是咱这个频道里的视频体验 那其实对于我来讲呢 也是非常纠结的 那我到底要花多少的资金来搭建这一块的设备 那么之前呢 我为了提升视频的质量 买了一台富士版XS10 这台相机啊 已经退了 买了差不多二十来天 刚好快到退货期结束的这个时候呢 发现了很多问题 所以呢 我就赶紧赚点时间 还在退货期内 就赶紧把它给送回去了 问题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机身发热 像我现在这样拍摄 对着XS10 拍二十分钟 它就出现了过热的提示 当然 幸好我是在夏天测试的 冬天可能不一定会出现过热提示 或者不会这么早出现过热提示 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就出现了过热的提示 那这就导致我可能拍到三分之一就不行了 然后就得等个十来分钟 然后再 总之就断断续续的就觉得效率特别的低 于是呢 我就买了这台相机 有一天打开网站 看见一个折扣 觉得还挺划算的 套机 机身 加镜头 一共496美金 我说这什么相机啊 怎么那么便宜啊 才500美金 还带一镜头 上次您看到的那个我去Akalia National Park 海边 岩石 岩石 公路旅行 从那一期开始 之间的这三四期视频呢 都是由这台相机拍摄的 无论是室外公路旅行 还是在室内 我的家里边拍摄的那些视频的素材 都是用这一台相机拍摄的 哦对了 忘了说了 这台相机 它的型号是松下G7 这台相机呢 有很多的缺点 比如说它的自动对焦 可以说几乎跟没有一样 但是还好 我其实平时拍摄视频呢 都是就是用手动对焦拍摄的 所以这一点对于我来讲 问题不大 现在呢 我打开了它的持续对焦 并且打开了人脸识别 看看它能不能准确的识别到我的脸 从我的这个角度来看 视频画面里边 确实是在自动跟踪我的脸的位置 但是我不知道离远一点 它还能不能找到我吗 好像还一直在焦点上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目前我这一套视频的拍摄系统 虽然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我这个包 但如果您的相机特别的小 并且没有特别多的设备 没必要买专门的摄影包 这个小包我觉得就挺好的 现在我这套视频设备呢 就放在这个小包里 实际上这个包是当时给XS10买的 但是没想到呢 退货了 这个相机啊刚好也可以放进来 XS10可能比它还稍微宽一点 但是它这个厚度呢 因为有个趋景器和闪光灯 所以呢就比较的厚一点 但是也还好 这个是这个相机自带的套头 你看这是1442 但实际上它是28到55左右吧 总之这个它这个树标的特别小 但其实它的焦距是非常长的 塑料感特别的强 但是超级的轻 就跟一块电池差不多重吧 我觉得特别的轻 所以带上它呢 没有什么负担 其实我上次去K店的时候呢 就只带了这一个镜头 这个呢就是它套机自带的头了 特别的小 即便是边胶它也就这么大了 特别的轻 所以这整个的重量 我感觉可能还没我1655中的 所以带着还挺方便的 我也是觉得轻松了不少 我第一次使用这个M43画幅的相机 套头它的那个焦段呢 要比它标的要小很多 所以14的这个镜头居然是28 所以呢我也是傻了眼了 我呢为了能够自己拍自己 能够近一点呢 我就又买了这个9毫米的这个镜头 这个镜头啊贼老贵 这一个镜头就顶着一个机身 但是呢也没什么选择 我发现这M43的这个画幅 它这个广角镜头啊更缺乏 所以呢也就这一个选择 没办法只能选它了 500就500了 现在实际上这个相机 它距离我是非常非常近的 我这胳膊都不用伸直了就可以触碰到它的这个屏幕 而我的脸在整个的这个画框里边占有一个很小的面积 我呢终于找到了一个最适合Vlog的焦段 18毫米 这个镜头的口径特别的奇怪 是55毫米的 很多可调的减光滤镜呢 并没有55毫米的 于是呢我买了一个55毫米转67的转接环 因为我自己呢有一个67转82的转接环 然后呢再拧上我这个磁吸的 这样呢我就可以把我这套拍摄照片的圆形滤镜放在我这个视频相机上了 蓝色的呢就是C表 虽然它是82的但是你看自拍的时候并不会挡住我的屏幕 我还是可以手动对焦 然后这样拍摄 这样平时在强光下呢我还可以叠加其他的滤镜去使用 它的优点呢就是还挺轻的 我觉得这镜头加上这机身 对因为它都是塑料的嘛 所以就是就是感觉不到什么重量 但是这不就刚好啊 就是想要一个轻点的体积不大的 随身能带着的一个录视频的相机去录Vlog 分享这些内容呢主要是想跟大家说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知道自己的需求 再去选择就容易很多了 咱们要这个机轮防抖就要不了别的 但是您看相对于我来讲 平时我就是放三角架上 在家里边我也是架了三角架上 在外边呢我也是架了三角架上 其实我很少手持这么着去拍 或者一边走着一边拍 所以这个机身防抖对于我来讲 用处可以说可以没有 所以这台相机它刚好没有这个功能 又不发热 那对于我来讲呢可以说就是完美的 那其他它不好的地方呢 我觉得就可以牺牲掉忽略不计了 所以您在买相机的时候 最好还是要从自己众多的需求当中 找到一个特别特别不能没有的这么一个需求 那这样呢筛选下来呢就会容易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既然自动对焦不好用 那么手动镜头就更没问题了 我还使用了名将25mm f2这只镜头 来拍摄纽约秋天的尾巴 等效焦距是经典的50mm 拍照片也许太过于中规中矩 但是用来拍视频的话 却有着意外的收获 感谢观看 我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 如果您是想要拍摄视频 或者说您打算涉足视频领域 开始做自媒体 或者是线上授客 总之您是打算拍视频 作为您接下来的职业的一部分的时候 那么我建议您把这个视频相机和拍照相机分开 当然如果您只是一个普通的摄像爱好者 平时就是出来咱们旅游的时候拍点视频拍点照片 那不要不要分开 分开太麻烦了 但是如果您和我一样 因为我主要是拍照片呢 然后我的平时呢 是做这个频道和我的收客 需要拍摄视频 然后我自己呢 偶尔也会想要拍点周围的这个小视频片段 比如说这个环境小鸟啊 都觉得挺漂亮的时候呢 我会拍一点 记录一下自己的旅行 在这种情况下 我建议您把这个视频相机和您主拍照片的相机分开 为什么呢 至今这个频道做了三年 我已经烧坏了两台富士XT3了 我那两台XT3都在屏幕中出现了一个小坏点 那台银色的XT3呢 是最早烧坏的 那黑色的呢 现在马上就也不行了 所以呢就是没办法 因为这个视频不像照片 咱有一个小坏点 然后后期稍微修一下就行了 这个视频那一个点真修不会来 反正我是没那能耐啊 我修了半天 我觉得简直是太费劲了 我真来不了 所以我是觉得拍视频 实际上对相机的传感器是有一定的损伤的 这在我之前用佳能 还有富士XT3 这四台相机上都验证了这一点 当您这台单反相机 还有这个微单相机拍摄一段时间的视频 特别是拍的越来越多的时候 您就会发现您在拍照片的时候 照片的画质在下降 所以如果您要是想开了 您每隔三年或者五年都想要去换一台机身的话 那么您就没有必要把它给分开了 但是对于我来讲 其实不是特别想老换相机 特别是因为拍视频导致我拍照片的这个相机开始变得不好了 这个事实际上是让我有点有点难受的 所以呢我也是觉得还是把它们分开的好 像我这种需求不是那么高的 那我就花少一点的预算去购买一台没那么主流的相机 但是它可以满足我的需求就好了 虽然我呢不是一个超低专业拍摄视频影片的人 但是我呢也希望能够把我的这个频道做得越来越好 画面做得越来越精致 能够呈现给大家更多美丽的风景 得嘞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艾蒂 咱们一起玩摄影 咱们一起玩